这是全球最大的地下金矿 矿工们每天要从800米深的矿洞中 开采出6000吨含有黄金的矿石 每一吨矿石大约能提炼出5颗黄金 首先它们以特定的方式 用深孔钻钻出白方炸药的孔 然后用炸药将岩层炸开 使用装载机将矿石转移到矿车上 再运送至地面上的碾磨工厂 这里的碎矿机将大块的矿石 磨成像铺路沙利一样的小块 再通过碾磨机将其压成细分 接着在另一台磨矿机内加入氢化物溶液 将矿石细分磨成泥浆状 随后石将流进大型沉淀池内 胶中的固体会沉到池底 将上层的水溢出排到另一个区域 然后把池底的固体转移到搅拌槽并灌入氧气 氧气能让矿石中的黄金与氢化物发生化学反应 使黄金溶解并流进附近的水中 再通过这台滚筒过滤机将水和固体分离 接着倒入新粉石溶解的黄金吸出 形成含鲜和黄金的碎屑 为了将碎屑提炼成金条 工人首先要将多种化学物质混合做成助溶剂 其中包括二氧化物 氟化物 石英粉 彭砂以及硝酸钠 它能把黄金从杂质中分离出来 然后将助溶剂倒进熔炉中 此时熔炉内的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 通过持续旋转熔炉 使内部均匀受热 两个半小时后 较重的黄金会沉积到底部 而由杂质构成的溶渣则会浮在表面 将溶渣倒出并取样检验 如果内部还还有黄金 则要回炉重溶 直到没有黄金为止 再重新把黄金加热到1200摄氏度后 将它倒入条状的模具内 四分钟后黄金会彻底固化 然后放进冷水池一个小时 让金条完全冷却 再将金条从模具中取出 并清除掉表面残留的溶渣 此时金条的黄金纯度只有80% 还需要将它精炼到99.9% 从而达到国际黄金的标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东西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